今天是大年初一 但是有人在大年初一就被人开了年 就是阿根廷 注意不是梅西 而是阿根廷 有人会觉得这对阿根廷不公平 耍宝的人是梅西 但是却要取消阿根廷三月份到杭州的重要赛事 事情可以用急转直下来形容 一开始我们这些媒体在大力取笑李嘉超 之后事情持续不断的发酵 到后来官方的媒体发声 再到了今天 泰格尔公司需要赔钱 中国大陆甚至把这件事 大幅提升到了外交和政治层面 所以这件事的后续 离我们的想象中深远得多 先看看中国大陆的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是这样的 杭州市体育局在2月9日发表声明 作为商业赛事 前期某公司与阿根廷足球队 洽谈于今年三月份来杭州进行友谊赛 鉴于目前众所周知的原因 据向主管机构了解 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 已决定取消该赛事举办 特告 整份声明就是这样 坦白说 中国大陆的官方的通告水平相当垃圾 基于什么原因不可以继续 如果是因为没息 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既然是因为没息 那为什么不直接说 非要说什么众所周知 那到底是怎么个众所周知吧 作为写通告 这样写当然是不合格 不应该写得这么含糊其词 既然是跟国家民族大义有关 跟国策有关 那就应该写成 鉴于国安理由 又或者是鉴于国家民族大义原因 举办条件不成熟 所以赛事取消 结果这件事上升到了 跟阿根廷足球队变成了败交风波 阿根廷足球队并没有得罪中国大陆 但是仍然被取消了赛事 这对一众阿根廷的其他球员来说 相当不公平 梅西事件也是一样 虽然国际迈阿密最出名的是球王梅西 但是还有其他运动员有份踢球 他们踢完之后不但没有掌声 而且全场被喝倒踩 坦白说 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足球运动 这种态度对有份比赛的足球员来说 是最大的侮辱 所以真心去想一下 即便不是梅西使得李家超出丑 如果你真的是看球 虽然梅西好像是骗了大家 主办单位宣传有梅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看球的话 梅西没有下场 你就从头喝倒踩喝到尾 这样对一项运动来说 也是非常没礼貌的一件事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起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线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制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而中国大陆当然是蛮不讲理 中国大陆因为现在没吸这件事 就上升到了外交政治层面 甚至要取消整个阿根廷的杭州之行 这完全跟我们当初所估计的一模一样 看到这样的形式 中国大陆似乎会把这件事上纲上线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三月份 而且还是在大年初一 给你来一记铁拳重击 社会主义的铁拳 一拳打中了阿根廷 打到了梅西的脸上 那到底梅西是不是真的非常成功 如果梅西的背后真的有外部势力 要干预中国大陆的事务的话 梅西的行为是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因为它不但导致了香港港共政府彻底出丑 而且导致了中国大陆跟阿根廷的关系掉到了冰点 所以我越来越怀疑 梅西的背后真的是有英美势力 有高人在指点 连阿根廷跟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都搞砸了 真的是战斗力爆棚 所以这件事的后续比想象中还要严重得多 早前官媒已经定调了梅西所属的国际迈阿密球队背后的老板跟CIA有关 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件事彻底政治化 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如果对某件事大搞政治的话 所有人都没有办法逃避 所以这一回不只是针对中国华人 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而且还对准着红须绿眼的梅西 还有所有的阿根廷球员 真的是玩出火了 我们看不到中国大陆取消跟阿根廷的球赛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好处 更看不到中国大陆真心为自己的球迷讨回公道 这件事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不可能的 你相信中国大陆帮你讨回公道 跟你相信霍启刚真心要搞香港体育差不多 简直就是国际大笑话 所以中国大陆其实是做出了最坏的选择 让这件事继续进行下去 所有我相信有很多国际球星 还有有很多国际出名的球会会重新考虑 到底要不要去中国大陆搞比赛 中国大陆等于是在进一步封锁整个国家 但是这一次是在足球方面 而且这一次是把一个国际球星好像对之前的明星艺人一般进行封杀 所以这件事非常有趣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观察 到底阿根廷方面会如何回应 还有就是国际迈阿密 还有梅西 他们是不是会继续飞到其他地方去 继续春风满面 我们会密切留意 因为这件事的后续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